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出國去比賽 回到家裡面來 拿了很好的成績 就算沒有拿成績也是光榮 出國比賽都是光榮 你不會把你家最好的一部車 開到機場去接他嗎 對 還是你敢講說 哎呀 坐Uber回來就好 隨便 不可能 這是一個為父母 為政者 還有當一個國家執政者的一個基本的素養 而且你說空軍上去會浪費飛行 我完全否認這種說法 因為我有問過空軍的朋友 他說他們每一個飛行員飛上去 是有時速 時速累積的 我飛了多少時速都有累積 所以這幾位飛行員應該是六位吧 有六架飛上去 他的飛行時速一樣納入他戰備訓練的累積 他不會吃虧 每一分錢花在飛行員身上的培養 都不叫浪費 因為我多飛一小時就是多一個戰鬥值 多一個訓練的經驗 而且這些飛行員上去 不是出去攔截老共的 攔截老共那個心中是非常不爽的 你知道嗎 又來了 討厭死了 我去攔截你 那其中是充滿了討厭 趕快把他們驅離走 那是仇恨的 可是現在他上去是什麼 叫英雄習英雄 對啊 我就是飛行英雄 我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飛官 我飛上去 我來迎接我們奧運的英雄回來 叫英雄習英雄 這何浪費之有 而且況且空軍每年做營區開放 那個飛機飛上去何止六架次 那那個營區開放多少人看 好了一萬人看好不好 昨天這一場烈焰彈的發射 那透過網路透過這個戴資穎 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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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兩位男孩 王岐他們的臉書 intergring的發 哎那幾十萬近百萬的人在收看 光是戴資穎那句話說哇好酷喔好帥喔 哎這句話幫空軍加多少分 對這一句話不是六 不是六百萬六千萬也買不到 我跟你講你這一句話 就告訴你中華民國空軍有夠帥 而且他還從機窗的視窗拍出去 拍到那個熱焰彈發射那種感覺 扣姐那熱焰彈是幹嘛的 對那幹嘛的 就是萬一我的戰鬥機 被別人的飛彈鎖定 我把熱焰彈丟出去 然後讓這個飛彈誤認為那是飛機 去追他 然後我們就可以成功的脫離 是 所以他這是一場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精準的國防教育 讓選手幫你宣傳 讓球後 讓世界第一的金牌選手 幫你空軍宣傳 六百萬 我覺得划得來 你這種所有飛上去的飛行員 他是榮譽感 哎我跟你講 戴資穎是我上去 歡迎他們的 對 這是他一輩子的榮譽 他比一般的訓練飛行 超過非常多的榮譽 所以我覺得 這些既然你是逆封文 撤掉吧 對 你撤掉吧 你也不要到立法院去質詢說 什麼這浪費錢 我就直接問你 這些人 這些在討伐的人 你以前都是外交官 你以前都是國防部的高官 換成你還在軍中 你還在當大官的時候 總統告訴你說 我們要去迎接 你敢說不嗎 你敢說 總統 我不要 這划不來 我不派 你還不是乖乖的說 報告示 為什麼你要升官 對不對 現在你不當官了 你下來了 你就開始指責學弟 說絕弟 你沒有按照SOP 你沒有按照作業程序 我請問你 換成你 你會不會拒絕 所以你不要著視金飛 人家今天是大視大飛 你不要用著視金飛來評斷 今天做決策的空軍 所以空軍司令部 我挺你 做的是對的 英雄是英雄 有何不可 郭信淳那一天 我想我們這邊軍方 已經說明了 因為那一天 剛好是他們殉職的飛官 蔣上智 少將的告別式 請問一下 那個告別式 適合去放熱燕丹嗎 當然不適合 那昨天因為 回來的人多 那加上天氣也許可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 我覺得這裡面 他當然值得 為什麼 榮耀臺灣 讓世界看見臺灣 而且團結臺灣 我請問一下 我們的選手在得牌的時候 臺灣已經很久沒有這樣了 沒有分黨派 沒有分族群 沒有分地獄 大家一心是為臺灣的選手加油 單單這一點 你不覺得這一屆的奧運 就算有一天 現在球場上 未來有心血帶換過去 可是我們未來回憶起 今年的夏天 我們共度這個奧運的假期 你不會覺得那是最永恆 最無價的資產嗎 這是臺灣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嗎 第三點 我必須要講 不是只有臺灣 我就舉幾個例子來講 2018年 你知道嗎 當法國拿到世界盃足球賽冠軍的時候 他們的戰機 白色的藍色的紅色的彩蛋 這個彈焰衝過 香榭里社大道 向他們的國家隊致敬 你知道法國人多振奮嗎 同一年 我們的亞運17面金牌 我們是不是F16上也飛上去 我們有沒有很高興 有 好 再來 2020年 我再告訴各位 他不只是可以鼓舞 是可以振奮人心 包括在2020年去年 疫情那樣子肆虐的時候 你知道嗎 分別有兩個國家用戰機來衝場 一個是美國 他戰機衝場 他們為什麼 他們向第一線辛苦的醫療 醫護人員致敬 全國高度認同 在那樣的疫情之下 那是多麼鼓舞士氣 意大利 大家還記得當初意大利杯歌 非常的慘對不對 他們也是戰機 也是帶著這個 這個燕蛋 這樣子開散過去 然後呢 衛服人心 然後告訴大家 永不上氣 那在那樣子杯歌底下的意大利 你知道那個民情有多麼振奮嗎 今天我們的戰機衝場 我們就說了 我們覺得值得 因為英雄是英雄 因為我們的國家英雄 就值得我們這樣子理敬 我認為這個價值 你不要說六百萬六千萬 我說六億都換不來 不是嗎 對 我們多久以來 我們需要這樣的振奮 我們台灣被看見 我們團結在一起 當這個棋子聲起來 歌唱起來 當我們的選手們拿到獎牌的時候 我請問你 你會分你是藍的還是綠的嗎 你會分你是同派是獨派嗎 沒有 所有人的聲音就是為台灣加油 你不覺得這個就是 凝聚台灣的國家認同最好的時刻嗎 特別是你知道嗎 李楊 那個意義有多特別 他金門人 他在他的IG上面說什麼 他說 我是金門人 我來自台灣 我將這一枚獎牌 奧運殿堂最高的榮耀 獻給我的國家台灣 OK 台灣兩個字 這是我們共同的國家認同 然後李楊來自金門 又是意義特別重大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會覺得 金門好像離台灣比較遠 離中國比較近 是吧 可是這一枚金門人李楊 他大聲的說 他獻給他的國家台灣 而且在哪一天 我告訴各位 就是8月1號 你知道那什麼日子嗎 就是中國的建軍節 有沒有想到8月1號他們建軍節 然後我們的棋子在五星旗上頭 我覺得這個台灣人 我永遠會記住這一幕 我們驕傲的這一幕 全世界看到台灣 全世界肯定台灣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選手 帶給我們多少的感動跟敬佩 他們的任性 他們的認同 他們的堅持 他們的教養 他們的風度 乃至於他們打破了台灣人 一個觀念是什麼 我們過去說 萬般皆下品 我有讀書高 會覺得說 你做運動員 生涯又短 沒有出路 這個不要去 厲害的就去念書 可是你知道嗎 這一次 運動員這種堅持 他的精神 意志跟價值 改變了很多家長的看法 改變了很多家長的看法 好多人跟我說 他應該鼓勵到孩子去 另一項運動